有句话说 旅行不能不吃地道食物 因为食物能够让人们认识到一个地方的文化 但或许我们不知道 其实食物也可以唤醒人们 关注国家局势 维护世界和平 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 英国伦敦就有一家餐厅 秉持着维护和平的理念 正式开张营业 谁不喜欢平安 那是谁 因为如果我能带来平安 我会参与这些东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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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不 如果我能带来人们 谈讨论什么东西 特别是西利亚的东西 来自叙利亚的料理师傅 手里烹调的是叙利亚的各种美食 食材都是其次 最重要的调味是和平的气息 叙利亚内战至今已经七年 但最近朝鲜核武危机崛起 联合国把焦点全都放在如何制裁朝鲜 叙利亚的问题就像被搁置在一旁 无人问津 叙利亚人只能继续活在水生活中 因此料理师傅希望能够透过美食 让人们再次关注叙利亚 餐桌上民众对这叙利亚美食大快朵夷衣衣宝孔服 但是大部分叙利亚人连生存的机会都非常渺茫 更别说是安心地填饱肚子了 七年来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惨死 超过五百万人为了活命而逃离家园 但是又有多少人死在了逃亡的漫漫长路上 或许你会觉得只是透过简单的一顿晚餐 人们在餐桌上谈论着遥远的叙利亚 可能就只是纸上谈兵起不了什么作用 但一个小水滴就足以在平静的水面激起波浪 和平又何尝不是这样汇聚了人们的力量 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呢 感谢观看